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议政经营 下面我们进行黄金百元原油的价格走势分析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重磅的事件 9点15分有美国9月的工厂出厂月率 另外今天会有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 具体时间还没有定 但是应该也是在今天晚上 那么工业产出月率 主要是显示美国工厂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我们看到了市场显示有所好转 但这个数据对于黄金而言 影响并不是很大 我们只是做一个关注就可以了 那今天晚上最关注的还是美国总统拜登 发表的一个讲话 下面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基本面 值得我们去做一个关注 首先第一点就是关于中期选举 2020年市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 我们知道了 现在没有什么很重磅的事件和数据出来 对吧 但是这个中期选举 就是一个最重磅的事件和数据 美国的中期选举参议院中的34个席位 以及众议院435席36个州长的职位 都会进行重新的竞选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意味着你的手下所有的人员都有可能 重新的换一批 那一旦你手下的人员换了一批 这些人他是有投票权的 如果说你的席位不够 你发表很多的言论 很多的政策 他们都有投票权 让你不通过或者通过 所以这个中期选举会影响 美国政府后期很多政策的一个执行 大家互相之间不对付的话 很多的政策会执行不下去 那么这将会对未来美国控制通胀 埋向很深的一个隐患 所以中期选举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就是美国的川崎投资人 麦普斯周一发布了华尔街最激进的预测 他认为美国的利率很可能飙升至9% 9%的话等于是第一轮和第二轮通胀的一个数值了 非常的高 那么他认为美国的利率将升至9% 原因很简单 如果通货膨胀率为8% 那么按照规则必须将利率提高到 高于通货膨胀率的一个水平 那么他的预测是什么呢 很可能参考了这个泰勒的一个规则 它的规则是一个公式 描述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货膨胀 和产出变化进行调整的一个准则 那么就思考一个问题 去到9%的话 有没有这个可能 在我们看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去到3.5% 4.5% 5%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华尔街的机构大佬 纷纷的给出了非常悲观的情绪 去到9%的话 几乎是一个崩盘 崩盘以后再崩盘的一个数值 所以9%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因此去到这个概率不是很高 如果是真的去到9% 美元霸权绝对会面临系统性的崩溃 虽然这个预测可靠性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些收集起来 作为我们对市场判断的一个方向和资讯 第二点由美国的媒体最新的预测分析 未来12个月衰退的可能性为100% 根据彭博经济学家17日给出的新模型的一个预测 美国经济衰退在未来12个月内是必然的 该模型中所有的时间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可能性都出现了上调 并对2023年10月份出现经济衰退的预估达到了100% 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经济模型给出的一个结果 他当前预测这个100%是根据历史的一个数据去做一个推算 未来有很多的政策很多变数会产生 目前去看经济衰退其实已经正在发生了 所以这个模型还是有所保守 可以看到未来经济不容乐观 那么如果说经济衰退比较明显的话 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呢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可能由通货膨胀转为通缩 就会使得整个市场陷入一潭死水 这就是一个通缩最大的一个危害 第三点是今天基本面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 那就是美国或将再释放1500万桶的原油储备 中期选举前不限制燃料的一个出口 拜年政府近日宣布 从国家紧急储备中再释放1000万桶至1500万桶的石油 以平衡市场 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消息 前期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个消息 对原油的一个市场影响大不大呢 我们曾经也分析过 你现在欧佩克呢是每天减这个200万桶 你这个1000万桶和1500万桶的很几天就已经消耗掉了 所以他这个储备啊并不能影响原油价格出现大跌 但只会表示美国的一个态度 也就是说你这个油价呢我不希望你上涨 表明这么一个态度 不希望油价出现大涨 所以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因此当油价出现很明显的大涨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会出手进行个干预 所以未来的原油呢我们也讲过 它涨的空间不很大 至少呢过100的概率不是很高 但是往下跌呢已经有明确的减产出来 并且口风非常非常的紧实啊 没有任何可回旋的余地 那么近期很多文章也看到欧佩克沙特 也是非常坚硬的一个态度 所以啊这个油价呢跌也跌不深 涨也涨不高 因此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啊 原油会在80和100之间呢做一个徘徊 上涨的话美国不答应 下跌的话欧佩克尔不答应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要看经济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经济衰退非常的明确 那么对于油价而言呢 中长期啊肯定是一个利空的 但是这个时间节点呢不会在今年 而是在2023年才会出现明确的一个方向和信号 另外有一点就是拜登政府呢 考虑啊限制燃料出口 以将更多的汽油和柴油留在美国的境内 假设它这个限制一旦出现的话 对于原油本身也是一个 利多因此这个油价在中期选举之前呢 大涨的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一旦中期选举结束以后啊 油价很可能会涨一波 去摸这个100这个价格 而且最重要一点 我们昨天节目讲了 这个美国啊 它本身的产油啊 已经到达一定的上限 假设欧佩克再减产的话 它也没有很多的办法呢 去打压这个油价了 还没有关注义政经营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义政经营黄金白云原油投资不迷路 下面我们进行技术分析的讲解 我们还是用K线法则 想要学习K线法则交易系统的朋友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油啊 原油在这个位置的形成了一个零形的一个形态 对吧 零形形态呢 就很明显是市场 犹豫的一种形态 说明这个市场啊 缺乏一定的炒作热情 缺乏一定的资金介入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啊 先不活跃 然后再到活跃 活跃再到不活跃 这种人气的一个转变 虽然这个原因 我们看到近期的行情也不是很大 但是要记住一点啊 就是在没有很明确多头信号的情况之下 空头为主 没有消息 就是空头最好的消息 虽然这个10月份啊 到11月份 欧佩克的减涨才会生效 所以里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变数 因此在11月份之前的这个油价 沉压下跌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建议大家以高空为主 根据K线法则 在四小图里面呢 原油啊 最大阻力是在86.78和87.42这个区间啊 轮到这个区间的话 原油可以注意 做空为主 那什么情况下会看涨呢 就是在四小图 它的收盘价格要高于86.78 那么原油才有可能上涨 否则的话 它这个下跌的趋势线 一直啊 对这个原油产生压力 那么下方的支撑线呢 对它形成一个支撑 那么在十分图里面呢 根据K线法则啊 下方最强的支撑有两个 84.96和84.19 这两个是当前十分图的一个支撑点 那我们认为今天晚上呢 原油啊 跌破这个84.19的概率不是很高啊 想要去做反弹的朋友 可以注意这两个支撑位 低吸高抛为主 那么高抛呢 是你的一个主要操作方向 低吸的话 注意清仓操作为主 我们看一下黄金的四小图 在四小图里面呢 黄金是一个下降三角形的格局和形态 就表示市场的氛围啊 不是很活跃 不是很活跃呢 在这种形态之内啊 它就会起起落落 多空不断的交替 所以在交易上呢 那你也是要低吸高抛为主 那目前呢 根据四小图啊 还是一个下跌趋势为主 会跌到什么位置呢 在这种图里面呢 现在我们看到并没有形成很明确的一个法则 所以呢这个 黄金呢 我们注意看这个三角形的一个走势 能够跌破三角形 我们就看跌啊 能够突破三角形呢 我们就看涨 但是目前呢 就看它在这个三角形之内啊 去做一个震荡 建议大家低吸高抛为主 那么早盘呢 我们已经在60这个位置啊 做了空 在启动这个位置呢 做了多啊 已经做了两波 所以呢这个黄金呢 目前我们是维持一个观望 当前呢 我们也看不到很明确的方向 但是以顺势为核心原则的话 高空为主啊 是没有错的 我们看一下白银啊 白银呢 根据四小图啊 在这个底部呢 有效的进行了一个反弹 请注意 它的反弹是有效反弹 那么今天晚上呢 它的多空分界是在这个价格 在18.50和18.53这个价格区间 所以四小图如果说收盘价格啊 低于这个18.50 那就表示这个白银呢 反弹啊 多头失效啊 那么此时你再继续高空会好一点 重点去做空会好一点 但在这个之前呢 建议大家以做多为主 上方阻力是19.70和20.53 我们看一下美元啊 美元曾经我们讲过了 它这个位置是一个弧形顶 弧形顶呢 它在理论上要回到前方 形成这个对称 正态分布的这种对称呢 这种概率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美元呢 理论上还要往下跌 而且呢 美元在这一波下跌 有没有理论依据呢 有的啊 虽然说你是10月份有这个加息 但是你也有中期选举 我们讲过呢 中期选举的时候啊 美股不应该有暴跌啊 而是维持在一个区间震荡 你可以不暴涨 但是你不能暴跌 所以会维持在一个区间之内 保证这个中期选举啊 有这个比较好的口碑 和民心的一个稳定 所以呢这个逻辑之下呢 美元它就应该要下跌 那么跌的空间又不是很大 对吧 你看 根据这个对称的原理呢 那大概就会跌到111附近呢 就可以了 那么既然这个美元啊 要下跌 那么意味着这个黄金和白银呢 他们有一个什么 上涨的一个动力 但是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动力也不是很强 我们看到美元跌的时候 黄金也跌 白银也跌 原油也跌啊 所以整体市场呢 处于一种比较诡异的状态 但是美元如果是真的往下跌 到这个110附近的话 黄金也好 白银也好 至少有一波反弹啊 我们不敢说它会一个大涨 因为行情呢 近期市场的一个活跃度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会看它有个反弹啊 反弹以后呢 是你高空布局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